來,我們現在來處理今天的協商第二條之一 第二條之一有審查會修正通過的案子 我們看到,我們利用這一本,大家來協商 這一本的如類都非常的清楚 那民進黨黨團有再修正動議 時代力量黨團有再修正動議 那麼審查會有通過修正通過 那另外有委員林進縣等委員陳其邁 委員王定宇、委員劉世芳等提案進入 這些提案是進入二讀還是在委員會的提案 委員審查已經有委員會審查通過 這些提案就不應該存在 那現行法我們就針對三個版本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 時代力量黨團再修正動議 把跟委員會通過這三個案子 我們來討論 那麼我們現在就請民進黨黨團 提出再修正動議 能不能說明一下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今天超越學商 我想有兩個案子 一個是國安法的修正案 一個是廠商條例 那當然相對來講 台灣條例比較單純 那國安法總共我們修四條 二之一、二之二、五之一、五之二 中間都有委員提案 也有訓練版本 那本黨團我們今天學商就照順序來 就從二之一開始 那我們都知道整個國安法在修正的時候 包括國安體系修正的時候 我們這個廢期 五月三是要修過兩岸人分開月五之三 那在五月份的時候 也修過這個有關於刑訪 另外外漢罪的問題 那也修過關於這個國安經理保護法 所以未來現在這一塊 是有關於這個共諜問題的修法 當然後續的二之二、二之一、五之一有不同的法則 有不同的定義 二之二、二之二是有關於 空間的問題 針對二之一、二之一本條文 那我們現在第一 這個整個定義範圍 範圍以明確化 除了境外勢力 除了外國大陸地區以外 當然包括香港、澳門 以及境外地區勢力等 這是有關於這個定義發清楚 第二個 這個組織的問題 發起支柱等等 有條文的一款、二款、三款 包括西路交互等等 這些全部予以修正、明確化、完整化 至於文字版本很簡單 爛純等一下我們就幾乎 進入二之一裡面的條文 來處理 以上報告 好 好來請 等一下 是不是讓時代力量黨團 針對提案說明一下 來 謝謝院長 因為時代力量黨團 我們之前針對國家安全法 所提出來的修正草案 並沒有被納入 在這一次協商的課題範圍之內 當然我們了解 按照現在立法院所謂的議事規則 我們只有五個人 連署也不會成功 那也僅限列 沒有辦法 雖然我覺得高度的困惑 當初在處理酒駕法案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拖再拖 一言再言 為了協商 然後為了要讓其他委員的提案 都有被討論的可能性 不斷的拖 不斷的言 都可以納入協商的範圍 那但是我們的提案 就沒有辦法在這一次 臨時會的時候被一併處理 那當然我知道 立法院運作要按照議事規則嘛 你人不夠 沒有辦法提案 執政黨要僅限列 我們只能摸摸鼻子接受 我沒有要挑戰這個議事規則 但是我是在說明啊 這個在修正動議出來的背景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只能夠match 現在在議程裡面 被僅限列 成為臨時未議案的條文 那我之所以這樣子強調啊 是因為 在第二條之一啊 的處理上 其實有兩個 本來是有兩個大的範圍 所謂兩個啊 大的範圍 以前的國安法 就是泄密 我先簡單講啦 什麼刺探收集交付 那個核心概念 就是泄密 另外一個 就是發展組織 那國安法的修正 之所以成為迫切的必要 在剛剛那兩個行為太樣當中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是 國家機密保護法 修正通過了以後 看我國過去有關於共諜案 實務上的判決 都是用國安法的發展組織在判 那國安法發展組織的罪責 定的太輕了 輕的不像話 所以在國家機密保護法 三讀通過之後 國安法一定要修 好 第二條之一 主要是針對 禁止行為的太陽 他的罰則 規定在第五條之一 時代力量黨團的立場 很清楚 泄密 給一般的外國 跟泄密 給境外敵對勢力 應該要區別對待 我們的立場 從來沒有改變過 同樣的 今天 你如果說 是為外國發展組織 所謂為外國發展組織 有可能是幫美國發展組織啊 幫日本發展組織啊 在整個刑罰的理論上 對我國家安全的危害上 我們的立場還是一樣 針對為一般的外國發展組織 以及為境外敵對勢力 國際恐怖組織 以及對我國 侵略犯義最強大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就是所謂的中共 或者是我們現行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裡面所講的大陸地區 兩者之間的罰則 當然要區別對待 這個我到第五條之一 再予以產事 那第二條之一 我剛剛講完了那個 立法結構 以及排議案的背景以後 那重點 就是在我們第二條之一的第二項 第二條之一的第二項 我本來是寫在另外一個獨立的條文 但是我知道意識規則 沒有列在裡面 也沒有被病案 可以在臨時會上面處理 所以第二條之一 裡面我就增加了第二項 那增加了第二項 本來是我用獨立的條文處理 那但是在意識規則之下 如果不在第二條之一相對應的條文 就完全沒有被討論處理的空間 我先跟各個黨團的代表報告一下 那第二條之一的第二項 要處理的是什麼問題呢 也就是我國過去這段時間 特別是過去這一年 對我國國家安全造成非常大的防禦 也就是中共不斷的透過假資訊的滲透 來侵害我國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這個在概念上 絕對是應該刑事上面應法的行為 在立法的體力上 本來也就應該要規定在國家安全法 那當然針對有關於通敵媒體的處理 不是只有國家安全法 還有很多法 包括了我們之前所提出的廣電三法 包括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以及反併吞滲透法 整個大法完整的架構 那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這次臨時會 僅限列的議程只處理國安法 那我們就就事論事 針對國安法來加以處理 那我們認為在國安法裡面 第二條之一 增設第二項 如果廣電媒體 以接受指示委託或通謀合作的方式 為境外敵對勢力 國際恐怖組織 或大陸地區的行政軍事黨務 或其他公務機構 或其設立指定之機構 委託的民間團體 或其派遣之人 簡單的來講 就是要侵略台灣 對台灣有具體上面的威脅 或者是他們派遣的人 傳播足以危害國家安全 或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不實資訊的話 那這個時候我們認為 必須要列在國家安全法管制 而且對於這樣子的行為 我們在後面 第五條之一的罰則上面 配合重罰 所謂重罰 對於負責人可以刑罰 對於那個廣電事業 罰環 側照 都是在必要的範圍之內 那當我們一天到晚 再說台灣已經有亡國的危機啊 台灣面對的威脅非常的大 我們必須要積極的趕快從各方面 來防堵 來制止 來排除 中共政府 藉由不實的訊息來侵蝕台灣社會 破壞我們民主憲政秩序的時候 我們希望 相關的法律案雖然沒有辦法一次的 在臨時會裡面獲得一舉的解決 但是既然國安法已經排進來了 既然國安法已經排進來了 那懇請各個黨團 能夠支持 好來等一下 我們 那個 曾委員 不是啦 本來就問你先幾首 對 好 謝謝主席 國民黨團的部分 呃 呃 反送中的一個聲明 讓國民黨提出一個案子 希望民進黨 親民黨還有時代力量 能夠比照 反送中的聲明 大家起來宣署 我們提案是 因為 南部 尤其是高雄 登革熱 一再 發生 展望未來天氣越來越熱 到時候情況 會未來越嚴重 我們不希望 像 民國 一百零四年的時候 高雄 跟台南 案例都超過兩萬案 死亡的人數 都高達 超過一百人 所以 國民黨在這裡 很誠懇的建議 雖然現在不是國安問題 但是假設你 後續沒有做好防治 真的會衍生 未來的 國安重大問題 所以我們具體的建議 兩點 第一點 希望 中央趕快成立 登革熱 疫情防治跨部會的 應變運作中心 能夠 邀請環保署 衛福部 還有國防部 尤其是化學兵 一起做好防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希望相關 黃制的經費 行政院 能夠動用第二月幣金 比照 2015年到2018年 高雄市政府 取得中央政府第二月幣金的情況 比如說 2015年是 8782萬元 2016年是5200萬元 2016是 1614萬元 2018年是 1524萬元 所以我們要求 很具體 第一個 經費 動用第二月幣金 能夠補助高雄市政府 第二個 中央 能夠成立 中央緊急應變中心 一起來防治登革熱 來確保 南部 甚至全國民眾的健康 以上提案 謝謝 謝謝 那咧 這樣子啦 這個 柯委員講話之前 我來回應你的 曾委員的程序 我們 你的提案要處理 沒有關係 不過我們已經進入法案的協商 是不是等這個法案協商結束 我們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第一個啦 第二個我自己也當過縣長 屏東也是 啊 登革熱的 高風險區啦 我在當縣長 一到 快要進入 啊 夏季 我都親自帶人喔 去把 平冠啊 還到每一戶宣導 請他們不要 把積水的桶子 要把它倒乾淨 都是縣長親自代退 挨家挨戶去處理喔 那我們也要請各縣市長喔 尤其是南部的幾個縣市 也要這麼做啦 不只是靠中央 因為 中央要應付那麼多的縣市 他的人力有限 所以 縣市長 要自己 趕快去 要求配合個理 就是進行環境的整理啦 那 地方政府我們那時候 我們的 一倍金用完 中央絕對會支持 所以 有一兩年 也是我們的 一倍金用完 中央支持 那如果 地方政府 用完 中央一定會支持 這個絕對是沒有問題 為什麼還要再做 所謂的共同決議 這個是 本來就是 以前到現在就是慣例啦 所以我想 能不能這個案子 等我們 國家 安全法 討論結束之後 再討論你這個案子 比較有一貫性啦 我現在 突然從國家安全 又差不到 我們 我們今天講的是國安法 剛才 黃河湯委員講 他是國安法修正 還是在討論法 這個法範圍內 至於他的第二項怎麼樣 我們等一下來論 那現在你 現在提出來一個 有關於這個 這個 這個任何問題 那這個 韓國瑜昨天來造勢 來 前天法律 來 那這些政治動作 然後和行政在對抗 然後我們在這裡 在配合他演出啊 我沒有這個道理 第一個 林思維斯特定事項 上次是因為 開始的時候 台灣會的時候 朝委學上 我們就共同討論 有關於 反戰中 共同聲明問題 然後才進入程序 當然有公司 有真正的程序 現在特定事項裡面 19案裡面 沒有這個程序 然後今天可以 查這個程序 然後下一次朝委想 過兩天 又來查另外一個程序 這完全以體育不合 違反這個憲政規定 很抱歉 我自己覺得這個 要怎麼樣 要行政部門 有行政部門做的 因為既傳病 防治法本來有一定的規範 從105年開始 中央就成為一個 一面中心 各縣市有一面中心 也有指揮中心 現在體育體制都在 至於經費一算 行政院 我們看得很清楚 主委長 該播早又播了 可能成績賣 也就很常天 要到高雄地區 和韓國瑜市長 做整個會議 只是今天是吧 所以我們不要把外面的 傳統總統的正義 拿來拿來做秀 來找他民主委 這個我們 沒有這個道理 我們還是進入這個法案 沒有 我是覺得 好 簡單 妹妹要所謂說 這個法案 他們以後 我們再配合你也去 我是覺得晚貴的 賴總長 好啦 你講完了 我講一下 那個院長還有各位委員 其實這個剛剛我們一開始是要提的 但是一下就進入到程序 進入到法案 那為什麼要提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在提案裡面 等一下也可以印給大家看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這一次 在高雄流行的 主要是第四行 2014年是第一行 2015年流行的是第二行 2015年流行的時候 第二行流行 造成台南高雄 死亡率都是超過0.5% 這樣子這麼嚴重 相較於前一年流行 只有0.0.幾% 0.1 0.2 是有嚴重度有增加了 那我們現在當然會擔心說 因為第四行 臨床其實醫師他們都沒有經驗 防治跟治療的經驗 都是比較沒有經驗 所以我們希望說 能夠早一點 中央應該要介入 因為這不是只是噴野外問題而已 更重要的其實是防疫作戰 其實是好像救火一樣 應該要早一點開始 所以希望說 這個提案能夠朝野 就不分黨派 大家一起來做 能夠改善快 成立一個中央級的指揮 應變中心來處理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那所以也希望各黨派能夠支持 今天大家不要再這樣說 一隻瓦子的問題 不是瓦子的問題嘛 這重要的就是說 這是燈格熱病毒傳染造成的問題 還是只是瓦子的問題 誰人不要打瓦子 問題就不是只瓦子的問題 瓦子已經在人的歷史那麼多 你有辦法把台北的文字也都殺掉嗎 更不要講說去年其實嚴重的情況的疫區 反而是在新北 反而是在台中耶 台中那個時候是誰在當市長 林佳龍在當市長 那都是什麼問題 都市農夫的問題 那為什麼會造成傳染 都已經跨過佐水溪到台北來了 這是什麼 這是氣候全球暖化的問題嗎 所以我們覺得這種事情 第四型的燈格熱病毒的傳染 是大家都沒有經驗 需要的是中央地方 大家一起來做防疫的工作 所以希望能夠各黨派能夠一起支持 謝謝以上 好 來 國安委員 好 謝謝 我先說明幾點 第一個 今天有兩位台南的委員 然後兩位三位高雄的委員在這裡 那我們對這一次燈格熱在今年 是不是會爆發成為大流行年 我們都戰戰兢兢 而且呢 我們在執政黨內部的溝通的過程當中 已經都不斷的 希望也督促中央 一定要好好的來協助南高平 尤其是高雄今年 已經到目前為止 是去年的二十倍病例 那一定要來協助 那包括今天早上 呃 劉沙發委員跟我 在我們的黨團的群組裡面 都還在督促這件事情 那原則上是這樣 就是說 中央一直都根據SOP做得蠻協助高雄的 這幾天中央被苛責 我們覺得是有點冤枉 為什麼呢 第一個 六月六號撥了一千多萬 六月六號撥款 好 六月六號撥了一千多萬 這個是今年所核定的經費當中的第二批撥款 第二次撥款 那所謂的現在沸沸揚揚的這五千多萬呢 韓市長是六月十四號傍晚 行政院才收到 然後十五十六是假日 好 所以六月十四號傍晚公文才到行政院 然後呢 六月十五十六是假日 那六月十七呢 我們全部就挨罵了 就說我們卡寒了 這個荒謬 而且真的是 大大的冤枉 跟政治操作啦 十四號公文來 十五十六是周末 然後十七號就說我們卡寒 錢不給 這個不對啦 這個不對 好 那今天成立防疫中心 我同意該成立的時候 立刻要成立 那行政院是這樣 行政院是這樣 成立二級開設 是在地方成立防疫中心的時候 地方成立而且地方附和無法承受的時候 那中央開始成立二級開設 他也分二級開設跟一級開設 那現在高雄市都還沒成立 那我們現在去要求高雄市沒成立 你趕快成立 等於是宣告韓市長無能耶 對啊 因為醫規定是 是第一個跨縣市傳染 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是 地方成立了 然後成立又超過他能附和 那中央就開始成立 所以請大家放心 請陳委員放心 您是高一出身 高一的熱帶醫學中心 是我爭取來的啦 現在做得很好啦 高一的熱帶醫學中心 是我去創立給他們的啦 好 所以我們都非常的關心 而且錢一定不會少給 錢該給一定馬上就會給 6月6號撥款 6月14號來公文 6月17號就說中央卡韓 這個不對 好 那今天這個 如果醫程序可以呼籲我們做好的呼籲 但是現在的這個呼籲是文不對題啦 因為依法 這個時候中央來成立是還不到那個SOP 但是重點是中央要趕快下來幫忙 所以呢今天副院長已經要下來幫忙了 錢也給了 人也下來幫忙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關心 那所有的關心都嫌不夠多 所以我們執政黨的委員呢 我們在內部都是不斷不斷的督促中央 要給予更多的支持跟更多的補助跟更多的協助 這個是絕對沒有問題好不好 好 這個請王定義委員之後再請陳委員 好再請林委 不過現在喔 我們是進入國家安全法的一個討論了 已經進入內容了 我不希望再琢磨太多於登革樂的相關問題 因為哪有法案省到一半突然在討論登革樂 這個很奇怪啦 所以如果是登革樂的問題 我們希望到打注 我們希望進入二至一條實質的討論 來請王委員 呃 院長 要回到程序問題本人贊成 但不代表登革樂不重要 不是啦 那我沒有 對 所以我現在 我是覺得說 我現在分兩個部分啦 第一個部分 就登革樂的部分 我 我這邊 陳仲彥次長 葉易經委員 我們都從台南來 我覺得我們大概想 想法跟心情都一樣 那至於是不是政治操作 我覺得社會有一個尺 但是人命關天 這個我們程序完了再來討論這個事情 我覺得 陳委員這樣比較合體力啦 這個程序完 因為現在程序沒有這個 人會覺得說 你是拿那個來亂的 我覺得 也許 你懂我意思嗎 我覺得不是 但是所以我們就按照這個程序來走 那回到二之一條 我們這次國安法的二之一 二之二 五之一 五之二的重點 在於把我們現行國家安全的漏洞 把它補起來 那補起來之後是不是還 就沒有漏洞了 比方說剛才黃國昌委員 我在外面有聽到 比方說有關 這個代理人的這個問題 那代理人問題 是不是只有媒體 有沒有遊說團體 有沒有政治獻金的代理人的問題 所以代理人 他有三塊 在法治上要處理的 不管是 怎麼去定義 這種 來自於境外的 敵對勢力的 符合我們刑法 在最近修訂的 不管是外國 這個大陸 港澳及境外敵對勢力的 這樣子的代理人 以他的目的利益為依歸 在台灣從事活動 他的標準 這是第一塊 第二塊 誰主責 像美國是跟司法部門做登記 就誰負責去管理調查 他守什麼樣的權責 第三塊就是 好我證明了他是境外代理人 那這個境外代理人 他要做什麼樣的揭露 不揭露的話 有什麼樣的處理跟處罰 他當他已經是個境外代理人 他就不是媒體了嘛 就像當美國 只能告訴你 你這一個央視或者是新華社 他就是境外代理人 他就不會享有 在美國的媒體的一般待遇 你要揭露 要註記 所以這一個部分 在我們國安法 現在二之一二之二 五之一五之二 能不能用修正的方式 就把這麼大的一個 需要完整處理的把它 涵蓋在裡面 我倒覺得 我們應該來好好處理 這境外代理人的問題 那二之一的部分 是在於 我們現在發展組織這個階段 在現有的防治共諜相關的處理 太輕 甚至於 連掛線監聽 都沒有達到 然後在於 支柱主持的人 反而沒事 後悔有事 車手有事情 發動的人 沒事情 所以我們在二之一上 特別把這些 把它強化 那 從以前的輕刑 常常我們看到說 像 鄭小江案啦 或者是很多 很重要的共諜案 我們現役軍人 陸海空軍刑法 擔任共諜 大概都無期徒刑以上 可是 解放軍的現役軍人 辦假退伍 經由港澳來到台灣 發展有史以來 最大的共諜網 共諜組織 鄭小江 兩年多就放了 這個邏輯跟道理 是我們提供的法律工具不足 在這一點 我不能苛責 執法機關 或者調查機關 法律工具不足 我們要把這個洞 補起來 所以我們在二之一的部分 是在修訂這個 那 有關 代理人啦 傳媒啦 相關的部分 那確實是一個 重大問題 也應該要處理 如果能夠在這邊 透過修正的方法 把它整體涵蓋進來 我個人沒有意見 但如果 不足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應該 專心再處理另外一個 專門處理那一塊的體力 的狀況 以上 好 謝謝 現在請陳委員 針對二之一 好啦 院長 那個 我也是跟 定義委員一樣啦 因為你差不多 在 我們兩個時候 我們剛剛說了 你剛剛說要針對二之一啊 對 針對二之一 沒關係 官委員也有發言 我總是要回應一下嘛 官委員講的有些 還是不是 真實的狀況嘛 總是我們要 要呈現真實的狀況嘛 因為我們高雄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 在國家級的 文媒傳染病的 這個 會議裡面 其實都是有提案的啦 二月也提了 五月也提了 提的時候 其實就是沒有回應 所以才會 我們韓市長 才會到行政院來再提一次嘛 所以其實 真相是這個樣子啦 不是說 都沒有提案 是有提案的啦 這是第一點啦 第二點就也強調 其實當然我們知道說 這個 痊癌病防治法 第十七條 是有規定 什麼時候該設置 那我們在提案 就是等一下也可以印給大家看 重點是在 現在在高雄流行的是 第四行 第四行 從來在台灣沒有造成大流行 我們不希望從到2015年 就民國104年的那個覆策 我再講一遍 104年的那次 台南高雄 而且台南比高雄還嚴重 致死率高達0.5% 是前一年的五倍 我們不希望 在這一次的流行 又會造成死亡率 那麼高的一個情況 所以才 而且因為這部分 臨床治療的準則 很多東西 應該是早一點 開始介入 希望中央能夠 好 一起來做這個防疫的工作 所以才會提出來 不是說我們不了解 全民防治法 那針對二至一的呢 至於針對二至一的部分 本習要在這邊講 因為其實在 時代力量提的這個修正的部分 是關係到的是NCC 那邊的法條的制定 本習是希望說這個部分 是不是應該 請問過去有沒有開過公聽會 有沒有針對這個部分 大家能夠好好的討論 否則的話 其實是會影響到新聞自由的部分 以上謝謝 好 謝謝 來 林立場委員 再來劉釋放委員 他們 那個NCC 沒有 等於是 我的輪流 輪流都拿手 就輪流 那個林立場委員 再來劉釋放再科委員 先拿手先說好不好 他就都先拿手先說 對啊 對啊 他很早就擠手了啦 要拿手要拿手 當然啦齁 因為 我是助彰化啦 因為剛剛只聽到管委員說 行政院的 陳其邁副院長 直到高雄去作證 我的意思是說 全國都有需要 我必須要也回應一下 那個院長你讓我也回應一下 因為齁 我也有 我們中華的鄉親啊 因為 我把我的話講完 我會針對二之一 您重視的二之一 我會針對這一塊講 可是我重視的登革熱 針對我們其他縣市的部分 我也要發言一下 應該整個都要去評估 因為管委員只講到 只作證高雄 南道行政院只作證高雄 其他區域 我們彰化 我們王惠美縣長 也跟縣長一樣認真啊 他也要這要付 去跟人說 要如何防疫 如何去做一些那個 那個 黨公啊 什麼水 都要給他 我們王惠美 那個縣長也都有在做 這個部分 我必須要再來做一次重生 那一樣 對 其實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說是 全國的議題 因為我長 去到我們中華 我坐著 我的客廳也都是夢啊 問一開就有了 所以 那個院長我快講完了 我知道你重視二之一 我也重視 可是我覺得 我重視程序啦 不是重視二之一 沒關係啦 大家都重視啦 我要講的是說 百姓的人命關天啦 所以呢 我先把我該講的話 先講完 所以呢 這個部分 其他黨團 要不要重視 沒關係我們重視 所以我這個部分 我只是這麼說 第二個 二之一的部分呢 針對我們剛剛的法條 剛剛有講到 我們也請NCC 待會做一些回應 這個東西 有時候框架 你怎麼去論述 跟定義清楚 其實待會NCC這邊 也要做一個回應 我們再一併來看看 好 NCC的法條裡面 也有去做一個規範 好 謝謝 劉士方委員 好 我本來是要針對二之一啦 因為我覺得 好像一隻蚊子 打敗了國家安全 實在是很糟糕 我覺得這樣不好 不過剛剛 院長 剛剛院長有提到說 我們在處理防疫的時候 應該在縣市政府先來 其實我自己感受很深啦 那我覺得說 無論哪個黨團 大家都很注重這件事情 那有一些 不管是經費的撥付 或者是二倍金的動用 其實每個人手上的資料 不是很齊全 我是希望把資料齊全以後再來發言 就我所知道 我們高雄跟台南的所有立委 在我們群組裡面都大聲疾呼 到目前為止 不管是中央或是疾管局或是衛福部 從來沒有針對撥款這件事情做任何的阻擋啦 那再來我要回到國安的部分 我想要請教的就是說 我們在很多立委提到有關國安 尤其是二條一跟二條二的修正的時候 我們提出來是因為最近這幾年確實 對於台灣地區 受到境外勢力影響非常的大 我們提出來不是只有剛剛王定宇所提到的鄭小江 包括我們所知道的羅賢哲也好 或是陸軍退役少將徐乃全 那我們在修改了國家機密法之後 覺得國安法裡面也必須要修正的必要 但是呢我認為我們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沒有做一個充分的討論 譬如說境外的敵對勢力 在我們的協商版本裡面呢 把境外敵對勢力呢 把大陸地區原來的現行法只有大陸地區 現在加入香港跟澳門 另外恐怖組織的部分 這是我提案的部分 尤其最近這兩天 我們自己台灣中游的郵輪 受到伊朗的一個魚雷還是飛彈的襲擊之後 我們也不得不警惕 台灣也有可能變成是恐怖組織所要鎖定的對象 那如果這些只是單一的個案 或是後續有沒有其他的一個組織性的 在處理這些恐怖活動 如果我們自己的國安單位 沒有辦法來徹查 我們自己在台灣內部 有沒有人跟他相唱和 這個部分 其實才是我們要嚴正的來處理的部分 所以我想要明確的來請問一下 不管是陸委會或是國安局請教一下 除了我們所列的大陸地區 外國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 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 這個人有沒有包括 譬如說我們講的 可能是現在的這個ISIS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恐怖組織 因為在我所提案裡面 還有我們若干其他的委員 像我知道葉宜金委員或王定委提到的部分 恐怖組織或是其他的這些 發展的特定的組織的部分 並沒有明定寫進去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要請兩個行政單位 來做一下回應 好嗎 謝謝 好 現在請柯委員 這樣有給你講 好 來 我希望打個主題 當然 現在事實上 就是講的只剩下一個問題 我們在做事上有的版本 就是時代議案的第二項 那剛剛黃商委員也講得很清楚 他致命的人也講得很清楚 他說說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 你是會有提案錢 當然 當然他在不得已的情況 才把這個有關於媒體 這個部分 曬到241的第二項 那針對這個問題我們來談 就是說 其實今天只有兩個問題 就是第一項和第二項的問題 照第二項要不要立入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第二項應該比較慎重來處理 不管談到NCC 這個相關的單位 好 剛才黃定儀談 我也有談到 有關於這個代議人 有幾種樣態 這是媒體 那我們認為就是說 這個整個 要把它梳理清楚 從最善為到最底下 要如何來處理這個問題 那是 那是我們可以來討論的 但是討論的時候 不是放在二之一第二項 剛才我們談到有關 兩岸人民關聯盟 我們也提案 是十三項爆發 十三項第一項 黨團一提案 有關於代議人的問題 在兩岸人民關聯盟條議 三三條之四 三三條之五 以及九十條之一 九十條之二 那是法則 那實際上 在那代議人 上一件事情 只有 只有寫到三三條之四 那當然那一個以後 兩岸人民關聯盟條議 然後再來處理 那從三位處理以後 再來看 這個我們 NCC才會來 看到NCC 再來談 有關於廣經商法 這個 下位這個法來處理 所以我個人認為 我們現在常談國安法 這在 在 在 有關於第二項的部分 我認為 以後 立法體育場 放在這裡 並不恰當 好 謝謝 現在請 黃國昌委員 講完之後 我們會請 NCC跟陸委會 回應剛才 幾個委員的問題 你們就稍微準備一下 來請 國安局 好沒關係 來請 黃國昌委員 謝謝各位黨團 代表的 高見 跟指教 第一個部分 雖然 登格勒的事情 不在協商範圍 那但是 實在力量黨團的立場是 只要有助於 疫情的控制 南部的 我們的鄉親們 他們的健康 各個黨團認為 有任何 在議事程序上 有可能 處理的方式 實在力量黨團 全力配合 沒有其他的意見 好 第二個 回到本題 來家裡處理 我想 剛剛有很多 先進 大家指教的意見說 不適合放在國安法 就肯認這件事情重要 但不適合放在國安法 我先跟大家釐清一下 就是說 當台灣在處理 所謂外國人代理制度的時候 一般是在指涉美國法 但是美國法的外國代理人制度很軟 軟趴趴 什麼叫軟趴趴 他也只有要你登記 登記完了以後 對於你要做什麼事情 完全沒有任何禁止規定 完全沒有任何禁止規定 他只要求一件事 就是要你登記 不登記 要罰 只有到這裡 那這是為什麼 我那個時候 在朝你反併吞侵略法的時候 我完全 對於美國的那套制度啊 把它沿用到我國來這件事情啊 我是打一個大問號 登記絕對要 但只有登記嗎 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好 但是 在反併吞侵略法 這個大的架構下面 有很多要處理的問題 這個沒有問題嘛 那我們之前也有呼籲 臨時會來處理 排不進去 我們也摸摸鼻子 人不夠 是我們的問題 但是除了那個大架構的問題以外 我要跟大家說明的是 在國安法裡面 放我們這個條文 並不會不妥當 那理由是什麼呢 理由是說 廣電三法 有廣電三法的守備範圍 所以我那個時候提廣電三法的修正查案 理由在這裡嘛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守備範圍 所以我寫在那裡 那國安法 有國安法的守備範圍 所以我就現在寫在國安法裡面 那你說 光寫你這一項可以解決問題嗎 我承認沒有辦法解決全面的問題 這個是我為什麼一直講說 我們所提出來的 國安司法也好 保台司法也好 反併論侵略法 廣電三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國家安全法 我們希望通通可以處理 但是我們人不夠 沒有辦法 好 那我們就 現在既然臨時會有時間 有機會 趕快來處理這一件事情的話 我是不是能夠懇請 大家再仔細的考慮一下 這一次把它放進來 沒有什麼不好 那如果覺得 我寫的條文 不夠縝密 不夠好 範圍不夠大 大家要提再修正動議 我想時代力量也好 我也好 我們都虛心 樂於接受 但是我只希望說 這個問題既然這麼重要 可不可以想辦法 在這一次臨時會裡面 去做處理 那 誰要提案都沒有關係啦 就是看要用誰的民意提案 我完全都不介意啦 我只希望這件事情 把它放到 第二條之一的範圍之內 去處理 我 你當然啦 我今天條文沒有寫得很過分 沒有寫到後面加30項 把我想要的東西 全部塞到這裡面 因為我本來在提 修法的時候 國安法的部分 這個部分 我本來就是寫在國安法 那只不過在條字上面沒有對到 所以我想辦法把它塞到第二條之一 放第二項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再跟大家報告一次 那第二個部分 剛剛有說要請教NCC高歉 我也很贊成啊 我是不知道啦 就是說 大家對於言論自由跟新聞自由的理解是什麼 但是 我的理解是 不管是新聞自由還是言論自由 那都有界限 那都有界限 我簡單舉一個例子 在台灣 你隨便在外面講不實的訊息 去侵害到一個人的名譽權或隱私權的時候 這是不是刑事上面 應罰的行為 當然是嘛 現在刑法裡面的毀謗罪是定假的嗎 好 那你在台灣 跟境外敵對勢力 有勾結 接受他的指示 跟他合作 散佈的也是什麼 不實訊息喔 侵害到了我們 的國家安全跟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 然後你說 哇這個是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這個不能夠處罰 這是憲法保障的 新聞自由 對不起啊 我聽不懂 都是散播不實訊息啊 一個侵害個人的名譽權 隱私權 我們的刑法處罰 大家都說好棒棒 然後散播不實訊息 侵害我國的國家安全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而且還跟境外敵對勢力有勾結有合作 然後這樣子形式上不能處罰 我沒辦法理解啊 第二個 在這邊規範的是廣電媒體喔 廣電媒體喔 廣電資源喔 報紙是另外一回事啦 報紙我們可以再論 廣電媒體我再跟大家講個重要的概念 那是全國人民大家的公共資源 全國人民的公共資源 在我國現行 有關於廣電在發執照的時候 他本來就是具有特許性質的許可制 這件事情在2013年 處理反媒體壟斷 旺旺中時 要去吃中家的時候 在NCC的公聽會上面 已經論證得很清楚了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都出來了 那個時候就一直在糾纏這件事情 都已經處理完了 最高行政法院也判清楚了 這是具有特殊性質的許可制 那為什麼 因為廣電媒體在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面 他就富有特殊的義務嘛 結果你今天敢 跟我們境外敵對勢力勾結 在台灣散播不實訊息 去侵害台灣的自由民主憲政 我不能罰錢 我不能撤照 因為要保護新聞自由 你講一個大家聽得懂的道理 來說服我吧 我非常樂意聆聽我們NCC的高見 看NCC是不是也是因為這個樣子 認為這個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保障的範圍 所以放任這樣子的電視台 好來請客委員 之後我們就請相關的 業務單位列席的代表來發言 來請 剛剛講到幾個重點 第一個他能夠 現在我們已經不是談能夠不夠的問題 談華語的問題 能夠不夠是有關提案的問題而已 在今年已經做了實質討論 沒有所謂能夠的問題 我想第一個先釐清 第二個當然他只要談到 設成範圍 包括廣電雙法 包括美濟濃濫法 包括兩岸人民關係的條例 代理人的條文 所以我們今天硬塞在這裡 個人認為根本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把所有問題釐清 只是他只是哪一段的部分 有關媒體的部分在這裡要有組分 當然我個人認為 我們今天應該在討論的時候應該理清楚 第一個 第一項部分 應該當然沒有問題 第二項部分 等於要請相關黨員回答完畢以後 這裡面還包括假訊息 假訊息我們陸續在處理法案 已經處了六七個法案去 將來還有進入深水區 裡面還有很多法案要處理 所以 所以 黃光是講這些問題 包括言論自由 包括整個媒體 如何管控的問題 先生民主之系 這個不是一個第二項 一個項子 可以寫我們 可以來完整表達 而且反而國安法 也是 體力上完全 完全不對 而且 相關的這麼多法 實際上要 並來處理假訊息的部分 假訊息的部分 假訊息的處理 那不然我已經提案 因為 這個 這次民主委也有兩個有關於假訊息的 那至於管理上 法與反應免疫壟斷 反應免疫壟斷在 2013年的時候 我和當時時任的 民進黨黨主席 蘇貞昌 為旺中公反 第二次發起反 旺中公運動 反美免壟斷 那時候大家都 這段時間 大家都走過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回到本質上 我們今天處理 處理共諜的問題 我們就 在第一項處理 至於 相關部門回答以後 我們可以做個 反觀黨委員堅持你 你要在這裡處理的話 那當然 這個各黨要去 面對這個問題嘛 只有 你堅持的話 那沒有想結論的話 就在燕會場處理了 我的看法是這樣 這個跟我們講不懂 這樣相關的法律法治民太多了 用這樣一項這樣簡單寫幾個 這樣就可以 社成會完全卡合不認為 這個先請他們講完之後你再補充 來 哪個NCC是不是要先表示意見 有啦 羅處長 主席各位委員 NCC針對剛剛提到的這個 奧條之一這個修正 黃委員提的這個意見 那本會有幾個看法 那首先是針對這個條文裡面 我們本會會比較關心的部分在 條文的設計上 是不是夠完整 那比如說在這個條文的最後 針對有關 呃 傳播主義 危害國家安全 或自由民主 憲政次序之不實訊息 這認定 那基本上這些認定在通常會 目的主管機關來看 那我們沒有相關的前者去做 調查或是判斷 所以在執行面上我們會碰到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需要執行的話 那還是要相關的 國安單位來做一些認定 這是我們 對這個條文的最後 一項的一個看法 那第二點是 針對 呃 事實上我們 呃 跨部會之間有跟陸會 呃 呃 也有提到在兩岸關係條例 如果設計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 那因為這個 這個條文的設計裡面 只針對廣電的部分 那實際上有些不只細節 也不是在廣電的媒體 才會出現這樣一個狀況 齁 所以比較周遠的話 應該是另外 呃 我們那時候我在跨部會裡面 呃 陸會那邊 來處理 兩岸關係條例來處理的話 那通常會的部分 我們會配合廣電商法 再做 做銜接 那未來 呃 相關的條文 去組之後 那通常會也會去 以法台 來辦理相關的一些 呃 不管在 五支 現在 黃文提達的 後面的五支 一支 之後 這些才華的部分 我們就配合辦理 以上說明 好 請那個 陸委會先說明之後 再再那個 齁 好 是 各位委員 大家早 呃 有關於剛剛 呃 有說到我們這個 第二條之一 相關的定義 有沒有涵蓋 涵蓋這個恐怖組織 那實際上這個文字呢 是依照我們 剛新通過的 刑法第115條 還有國家機密保護 32條 相同的文字 只要是對台灣 有敵意的這個境外勢力 我想都可以爆發 那麼第二個 呃 就我們 入委會的立場 呃 我們是支持呃 現在的這個 呃 民進黨黨團的這個 再修正版本的條文 就是先 致力於把我們過去 這個 供疊案 侵判的情形 把它 加以修正完整 此外呢 借這次修正呢 我們也把這個 呃 可能增列這個 這個共諜發展組織或洩密的行為樣態 以及 呃 增定上司 支領 退休金這些權力 把它完整的規範 好 那麼呃 呃 我們這種強化這個機制 我們認為應該優先來處理 至於剛剛 黃委員有提到 這個 這些廣電的 這些代理 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也 支持啊 這個在兩岸條例 來增定這個代理人法 來全面討論 呃 不然廣電 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上波假訊息的可能的 呃 問題很嚴重 但是 各行各業 或是全面性的 這個相關的團體 執行這種不當的 政治宣傳 或是召開會議 有各種的 相關的這種 複合的聲明 都應該 呃整體來規範 所以我們 建議在 呃 我們新修正的 跟黨團體一起 研議的 相關的這些條文 包括兩岸條例 三十三條 之四之五 來討論 比較完整 那那麼 有關廣電的三法 要更慎重 尊重 新聞自由 這部分我們也 願意在這個 廣電三法的時候 跟 實在力量 的委員們一起來 研議一個更完整的 好 來確保我們 台灣的民主憲政 謝謝 所以你的意思是 第二項 在未來 包括在 啊 兩岸關係條例 是 還有廣電法 你們會合作 把第二項的內涵 把它涵蓋進去 是的 現在草案 其實已經第一版 草你出來 然後再修第二版 好 那是要修在 呃 南人民關係條例的 第三十三條 知五爭定 我們在 知五 知四知五啦 但是最重要 是在知五啦 就是說 這個 國安的傳播 涉及國安的傳播 沒有言論自由啦 這一點其實 民進黨政府 一樣的看法 跟黃委員一樣的看法 好 我們在這裡不必去擔心 什麼言論自由 你都已經涉及國安了 都已經是 是人家 人家指示之下去做這些事 哪還有什麼言論自由的疑慮 完全沒有 就是要法辦 而且要延辦 那今天放在這裡 會有 還有第二個什麼問題呢 還有一個什麼問題呢 好 我們的範圍太窄了 譬如說 依現在 時代力量的這個版本 下去的話 中天可以寫 中天不能報 中時可以寫 因為你只罰 網店嘛 你沒有罰紙媒嘛 你也沒有罰網路新聞嘛 社群媒體 對啊 社群媒體嘛 網路媒體 換句話說 就是可能因為時間太倉重 所以又基於這個臨時會的條文 條款的限制 我要把它插進來 我們沒辦法弄到非常的完整 所以就會出現這個漏洞喔 將來這個接受人家指示了 然後都已經危害到國安了 可是中時寫沒事 網路新聞寫 電子報寫沒事 然後中天報有事 所以這個條文可能就是說 我們下個會計趕快加速度 把現在陸委會的這個代理人制度 趕快把它植入可能是比較完備啦 好 所以絕對不是我們反對這個去對付紅媒 這個一定要講清楚 那咧 來請黃委員 我其實一開始第一輪發言的時候 我已經希望把事情講得很清楚啊 但是一直又被導引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範圍太窄啦 很片面啦 不夠廣泛啦 很倉促啦 我再把我第一次發言的內容再講一次啊 我上個會期 我在提法案的時候 我從廣電三法 國家安全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反併吞 滲透法 四部法案 我全部都提啦 你如果問我 好 今天 要把它處理完整 我贊成啦 我從來沒反對過 這是為什麼在要開臨時會談話會之前 我在黨團開記者會 我拜託我懇請 把這司法都放進去好不好 我人不夠嘛 我希望司法都放進去嘛 我人不夠我放不進去嘛 只放了一個國安法 而且還只放 其他委員的版本 時代力量的沒有被一起放進來 那我能怎麼辦 那我只能提再修正動議啊 那我能怎麼辦 剛剛大家指教的第二項 講的好像是說 啊我只有處理這個其他都沒處理 啊就放在其他法律上面啊 就放在其他法律上面嗎 好第二個 這個我本來就放在 我們的國安法版本裡啊 大家去看我當初的提案內容啊 就在本來的國安法版本裡啊 只是我本來的國安法版本裡面 就沒有對的條文啊 但是你問我這件事情 要不要禁止 要不要管制 當然要 所以我把它放進來啊 那第二個部分喔 現在我搞不太清楚了喔 NCC剛剛講 說未來放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去處理 陸委會講 除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那個代理人制度以外 然後未來會併同廣電三法再找NCC 所以我覺得現在把話講清楚啊 你到底要處理廣電三法 還是要放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把話講 把話講 把話講清楚 因為我聽到的是在踢皮球啊 NCC說要給 陸委會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陸委會說啊 除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外國人代理制度 我再講一次 外國人代理制度 就不是在處理這個嘛 今天外國人代理的登記是一回事啊 登記是一回事 登記完了以後 它有各式各樣違反的太陽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不是嘛 那你今天講說啊 放在這邊不適合你們的比較完整啊 有完整 呃 配套 然後我們以後再來 再來處理 這個是你們行政機關的立場嘛 但是我要告訴NCC 我要告訴陸委會的是 我之前在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我的立場是什麼 我的立場是 我幾乎在拜託你們 趕快把你們的法案版本提出來 因為你們不提 委員會就不排嘛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拜託你們 把你們版本拿出來啊 趕快審啊 我有說謊嗎 然後在委員會回答 啊這個問題我們很重視 那這個我們會積極處理 那我們努力在會期結束以前把它提出來 啊然後咧 在哪裡 我講一下好 好來那個 柯委員講完之後請 國安單位啊 我再次的把話講清楚 今天在這個地方 是要很理性來討論法案的問題 有關於國安問題 乃至於 包括黃國昌委員所談的 網絡商法 以及代理人的問題 我們剛才都講很清楚 第一個 有關於代理人 兩岸人民關係條約 三條之四 實在地上在5月23號 提交委員會審查 那我們是5月31號 提交委員會審查 法案件要說 到委員會到目前還沒開始審查 所以當然沒有放在這裡經過 或者這樣討論 因為那個 那個必須大家 好好來看待這幾個法案的 的禁合 以及漢格的部分 那我們提的是三條之四 和字五 那樣提的是三條之四 那他這個什麼時候放到 放到國安法呢 什麼時候把它塞到國安法呢 他5月31號 他去排隊 他以為我們那天 要處理國安法 事實上那邊 我們是處理兩岸人民關係條約 五之三 有關於這個 這個 和平協議的問題 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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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能會處理國安法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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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這個 國內民意的問題 所以我在這裡要澄清就是說 洪東委員所談的 我們都一樣的觀念 但是今天不是一個人站在大好生 然後他好像他講話才對 引導說 所以這個問題剛才講清楚 我們進場 一開始 國安無法 我們現在是國安無法裡面第四法 是最後一個 導致版本的拼錯 再接下來 我們這次 臨時會有 兩岸人民關係條約有關 退江戶大中 忠誠條款的問題 這些 全部處理完畢以後 當然蕭惟奇 開始就是 在引人的問題 剛才王立銀委員 也講得很清楚 他這方面很清楚了 這不是只有媒體的問題 王立銀講 也講很清楚 這不是只有 只有媒體的問題 廣播媒體的問題 那當然 包括資本 包括社群網路等等問題 所以我們在處理這方面 包括適不適合 要在社群網路 通信傳播法上面來看待 都有見過一方的 內部的討論 以及爭辯 當然 我們今天要很清楚講 有關於 廣電商法的問題 包括反面移農單法 我們在在野黨的時候 也提出過了 那時候 甚至我們反萬通 它發動很大的力量 在社群網路當黨主席時候 我們黨團成員 我想這當然還在場 對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 和學生運動 整個配合在一起 是我們民進黨在主導 那時候還沒有 那樣的時代 那時候 廣電商法是我們主導的 那這會期 這一屆開始的時候 我們內部廣電商法 事實上 也在處理的 所以應該有層次 應該 我們現在就是 林思維委員現在 母親能夠處理的 不是說 用一段 一段 一項文字 就可以cover所有一切 這絕對是 這絕對是 為了突顯議題而來 而來炒作的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 這不見得是很負責 讓我們知道 接下來 週末有一些遊行 讓我 當然我也能夠體會 他的心情 當然是 國家安全體系 包括媒體 包括不死之信 這是 要一個 整套配套性 瓦漢 最末端 才是NCC 這 好 我們二之一已經討論一個半小時 當然其中有包括 登革樂的問題 那 這一個議題 我看大家都很堅實 齁 我們就保留啦 國防 國防 四方委員 我們是不是國家安心 就不用說了 我們就保留了 齁 來 二之二來 第一項 第一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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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第二項保留了 你第二項有共識 都沒有用了 齁 來 進入二之二來 你要講二之二嗎 還是二之一 好 來 好 來 那個我是看到那個 現行法審查會通過 齁 的條文 還有我們現在 再修正動議這裡齁 當然現在那個 行為的部分 我覺得寫得比較清楚 沒有問題 但是你的對象的問題 你這裡只寫 外國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 境外敵對勢力 或其派遣之人 為下列行為 你要注意到 你是講外國大陸地區 你看審查會的 跟現行法的都有 外國或大陸地區的 行政軍事黨務 或其公務機關 換句話說 外國的 不是這些單位的 東西 你辦法組織 比如說我假設啦 我不知道適不適當 那我搞個 國際福人社 那不是為外國在發 在搞這組織嗎 我是說周延性 那原來的現行法 跟審查會通過 前面那一段 是不是 是不是 現在是不是 又行為是很清楚了 但是 打擊面是不是又大了一點 我問過一樣的問題 我問過一樣的問題 你問過一樣的問題是不是 沒有 我要回答 好來 這個 吳治安委員跟我 提過一樣的問題 那 注意第一個 福人社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這整個法是配套的 它不會去危害國家安全 它不會去 它不會去干擾我們的 自由民主先生秩序 所以一般社團 商業行為 當然不會在這裡面 這第一點 第二個 我們如果清楚的寫著 它的什麼 軍事黨務 其他公務機構 我想 這個 吳治安委員了解 中國在這一塊 或者我們境外 要去證明這一塊 事實上那個樣態很多 所以我們用正面表列的 並不足以去涵蓋 它所有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是把它的危害行為 我們在二之一的最後一項 它要達到這個危害行為 然後回過頭 它幫這些符合我們刑法 在最新修訂的一百一十五 之一定義的 所謂的這些境外啦 這些敵對勢力相關等等 這樣才會符合起來 所以基本上 當時我是被說服 因為這樣比較完整 這樣在處理 保護國家安全的樣態上 比較周全啦 所以我們是希望能夠 支持二之一的整個 這樣的一個寫法 這個 國昌委員 剛才 就是說沒有辦法 針對第二項有共識 好 來 沒有啦 我知道啦 因為 執政黨比較困難 找四天去排隊 這個我要肯定 很辛苦 找四天去排隊 有優先排案權跟表決權 這個我也接受 這個我也接受 因為按照公投法的經驗 我們的版本 表決不到啦 第一案 就是會表決 執政黨的版本嘛 那按照可以預期的狀況 也就會通過了 好 那但是呢 剛剛管碧雲委員 講的非常的好 他說我沒有反對 只是我覺得放到其他的地方 或只是我覺得寫的更多一點 會比較好 那如果這樣我可不可以提一個 折衷的建議 是不是挺執政黨的黨團 可以慎重的考慮 說我們做成一個附帶決議 因為剛剛 管委員 大聲的支持嘛 行政部門似乎也沒反對嘛 只是到底要放廣電三法 要放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好像還是要放在什麼其他的法律 還不太確定 那沒有關係 如果執政黨團也支持 我們寫成一個附帶決議 好 針對這種行為的態樣 雖然這一次 我們沒放在國安法 但是在下個會期 放在其他法律案中 我們盡速的來加以處理 如果執政黨團也願意這個樣子的話 那我就願意二條之一 就支持民進黨的 我就支持民... 我就支持民進黨的版本 啊用這件事情 我們共同的附帶決議 把這個附帶決議寫出來 這樣好不好 我帶我執政黨講一下 剛才肯定我們去排案 事實上 這個排案大家努力 讓各自表現 你的公投法 事實上我在看你表決的時候 所以觀念條二三條 二三條 你們都沒有表態啊 好啦不要再... 所以說這個東西不要大家齁 都在做中民啊 當時你剛才講的那個附帶決議 那我們... 就剛才話已經講很清楚 你的附帶決議就是剛才我講話的 完整內容就是這樣 就是如此嘛 那就可以了 那至於... 你... 你... 承認不承認我講的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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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認不承認我講的 你... 我已經整了一個半張頭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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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啦齁 這個... 國民黨黨團這邊... 針對二之一 講話才有道理耶 我... 我來... 我來處理... 那個... 國民黨黨團針對二之一 民進黨黨團的再修正動議 有沒有... 有沒有意見 有啦... 他們一定有意見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先... 我要先處理啊 我剛剛還是... 那個... 他已經有... 有解釋... 那個... 你說最後一項是什麼 他只有一項嗎 第一項有沒有問題啊 他只有一項啊 就是第一項啦 就是民進黨黨就是第一項 那... 第一項沒有意見 我們... 第二項 再請... 陸委會跟... 呃... NCC跟國安會 國安... 你們... 國安局你們一起 你一個附帶決 就是照剛才 國安委員的意見 跟... 黃國昌委員跟科委員的意見 你一個附帶決議 我們... 什麼時候... 要提出哪一些法律的修正案 呃... 期限是多久 好不好... 好... 沒關係... 可以... 好... 好不好... 那... 謝謝大家啦... 因為大家都是... 對於... 呃... 整個國家的安全 大家都能夠退讓 我覺得非常好 哦... 所以二之一... 我們就依照民進黨黨團 再修正動議... 啊... 通過... 然後... 啊... NCC... 啊... 國家安全局 包括... 啊... 啊... 陸委會提出 剛才... 啊... 啊... 官碧琳委員 還有黃國昌委員 柯建民委員等 所提出的 相關 要怎麼樣 針對 啊... 時代力量黨團 第二項 啊... 其中... 啊...相關的內容 寒跨更廣 在哪一些法律的修正 啊... 提出... 啊... 它的期限 跟... 必須修正的 哪一些法律 在下會期處理 好不好 好...來